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的案例 这首相还是强在了首相 弱在了纹路 首相是古相的一种表现 而纹路是肉相的一种外在表现 而古相是代表先天 肉相是代表后天 也就是说强在首相 先天运势根基是不错的 而后天的人生路没有走好 是典型的需要靠后天养的首相特点 那么首骨厚重 肉多于骨 偏营养质 先天的福运深厚 早年能详祖阴庇护 但是纹路稍浅 三才纹未成 后天难成 狮子见凤夕 早难于前 金星秋也是饱满开阔 为人慷慨大方 小指根部水星秋比较饱满 性格乐观开朗 沟通能力强 口才也不错 狮子训工才味 也是见杂纹 正才有 但是不稳定 这是从掌丘来看 整个掌丘还是不错的 就是手型还是不错的 先天的运势根基还是有的 只是从纹路来看 纹路浅淡不成形 首相当中的纹路 古代讲天地人三文 叫三才得配 也就是首相当中的三大主线 一定要伸长 比较深刻 如果出现浅淡的情况 叫三才不得配 所以说这个是 尤其是生命线比较浅淡 生命力不强 体质不佳 而且事业线也是几乎消失 个性偏柔和 事业心不强 依赖性稍重一些 特别是在职场是容易表现出这种佛系和懒散 不争不强 不立职场打拼 容易被人弃 尤其是脑线和生命线 分离出见导文 古代将脑线为人文代表自己 生命线是代表根基和原生家庭 如果是说是分离出见导文 说明自身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容易遇到坎坷 特别是青年时期容易动荡 甚至容易成为霸凌的对象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职场 好了这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